接下来就将给大家讲Photoshop传统切图 那Photoshop的传统切图 我们主要是围绕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切图与切片 那我会简单给大家讲一下 切图与切片之间 它的基本概念和一些区别 接下来讲一下切片的一些基本的操作以及技巧 最后会讲一下切片怎么导出来 好我们来进入Photoshop 我们把一直以来都在大家眼球中的这个PSD打开 打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弹出一个缺少字体 是由于我们的电脑当中缺少了这几个字体 那我们这节目是讲切图 所以我就找这些字体了 我们就点个不要解决 好我们现在把它打开 我们来看 就这样一个页面 我们要切图的时候 可以先分析一下 首先最上面这里有个logo 然后呢有个slogan对吧 然后右边有两个按钮 一个登录一个注册 那整体来说它是分为一片一片来的 那我们要切图 在彩剪工具下有个切片工具 切片工具 我们可以像这样一拉一拖动 我们就会发现整个画布成了两个切片 一个01一个02 那我们再放大 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logo 单独这个logo 我们应该也要把它切出来 那我们像这样 我要这个参考线这边 像这样给它切一块出来 好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我们把切片工具一拖动 拖动了次 好 这样会产生第二个切片 第二个切片 好 第三个切片 我们可以把它合为一个 也可以分开 好 我们就把它合为一个 好 这个作为我们主要的logo 放到这 然后右边这一块 我们就再分开来切这一小部分 OK 这块我给它切好 下面很明显 这个蓝色和白色之间 这个太明显了 我都不想输了 我在这里在讲的话 你们都会说 老师你当我是白痴 那我就把它拉到这里来 然后做一下适当的小调整 中间这里 我们也先这样 做一下适当的小调整 拖动一下 好了 这会已经出现了九个切片 对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灰色的地方是代表是被动的切片 那么蓝色的是我们主动拉出来的 好了 第九块 第九块当中肯定也有部分 是我们要一块块切出来的 首先就这一段文字这一部分 那文字部分 其实我们可以在前端写的时候 用代码实现 那么至少要切出来的 比如说这四个图片 那我们把这四个图片给它切一下 好 我们就像这样一拖动 再下来再过来 好了 这里有一个切片 这样再拖动过来 又是一个切片 好 我们就造死内推 把四个切片都给切出来 哎呀 这里歪了一点点没关系 我们现在调整一下 然后下面这里有一块蓝色的 而且很明显是一个蓝色的背景 那好 我们就像这样 切到背景这一块 来 OK 然后呢 左边有一个背景 右边肯定也有一个背景 我们切到背景图的边上来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中间 拒绝纸上谈平和这一个 为什么有了80万IT学习者选择木课网 这两块都不用怎么去切 因为我们可以用前端代码把它实现 当然 如今html5技术出来之后 都在流行 尽可能少用图片 那我们就尽可能的切成 用图片比较好的 那我们就把这几块给它切出来 OK 我们就把这几块给切出来 好 这里我也调整一下 这里有一个了 再切下一个 来 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来切第三块 这样我们就切出来了三个切片 在这里 好 仔细看一下 咱们整个网页中有多少个切片 好 其实同学发现目前最大的数字是37 之所以是37 肯定是因为在这里我们不小心拉倒了一下 我们在 楼洞下变回36 这边37 就说明这条线是对齐了 再看下面还有哪些要切的呢 很明显 这四个图 好 我们把这四个图切一下 好 下面的 我们也不用过多的切 那再下来 下面还有这么几个图 我们是要把它切出来的 行 这里有一块 我们也现在切一下 拉过来 一切 再往下 再往下呢 这里还有一块 我们要把它切出来 好了 我已经切了两个矮了 实际的同学应该发现老师放了一个很低值的错误 你切图可以 阴影你不能不要吧 对吧 好吧 那阴影到底是到了哪里呢 我暂定它应该是到这里 因为越到后面越模糊就越看不清 行我们再把上面的一个切片 我们要切片选择工具选中它 然后呢 把它也给它拖成 拖到这里来 OK 好 我们再把下面的也切好 OK 最后最下面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切起来比较好玩 最明显呢 这个美女肯定要把它切成一片 好我们把美女去给切出来 OK 然后呢 这里这里虽然还是文字 但这文字我们可不想用程序随便来实现 特别是个心动的吗 我们不可能每一个字之间在照 当然 有的同学说我前端学的好 用svg把它写出来好吧 那我只想说我祝你幸福 好 我们把这个文字给它 切出来 OK 就下面这一块 没什么要切的 最后最后 最下面的foot部分 我们可以把foot部分 这样来弄一下 最下面有个木克网 中国最大的IT技能学习平台 这块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切片 偷下缆吧 有的时候说是还是要学会偷懒的 哎呀 这老师不厚道 一开始就教你们偷懒 然后呢这里有六个logo 这六个logo绝对要切出来 我们现在切图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个猜想 也许在程序实现了之后 这六个logo会链接到六个图片 那我们最好少用热点 那我们最好切成六张图片 好 那我们来切吧 OK 就像这样一下 好 切完一个 再来第二个 好 那然后再贴第三个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 做一些调整 好 第四个做一些小小的调整 比如说在这里的话 很明显这个啊 先把它切完再过来这样一块啊 最后还有个百度的logo OK 行 我们可以用切片选择工具来做些细条 比如说百度logo没必要切那么大 我们可以实际上拖动一下 拖动调节一下 对吧 好 再比如说像这个mangodb的 mangodb的我们也稍微简单的 调节一下下 那现在阿里云的哎呀 这个我们不能把它的脚给割掉吗 对吧 行 就像这样 我们基本上把所需要的图片 给它切出来了 我讲的这个切图 可能跟你们其他老师讲出来有点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讲的时候 我重点是 把我们所需要的部分给它切出来 其他的部分我们尽量少用 好 我们现在切好之后 我们需要把它倒出来 好 在倒出来之前 估计刚才听的时候一定有同学都快睡着了 这样想这样一个问题 老师 那像这样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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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切 这个网页还算简单一些的 我给你个电商网站 每个产品都在一块一块的切 你不累啊 确实 我也想说 我关下再切一下 我们都有92个切片 那我以前做电商网站专题页的时候 最多的时候出现过500多个切片 那关切图我们就够累 那我们在想 是不是有一些相对简单一点的办法 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简单的办法是怎么来的呢 来 紧随我 我们回来 传统切片到这 我们再来看相对简便一点的办法 首先 我们知道一个事情 设计师在做设计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我们的参考系 那行 既然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 已经有了参考线的时候 那参考线必然是有一定规律 那我们所需要的部分 我们可以再加一些参考线 比如说这里是没问题 好 我们可以在这里再加一条参考线 那我们要加的时候 最简单的办法 还是我之前说的 我们可以选择该图层 那在拖动的时候 它会自动吸附上去 好 这样的话 这一块就是一个参考线 然后再往下 比如说这个人这里 好 我们可以选择这一宽 那就不用拖动了 那我们再来看 这图片这里 好 我们上要有一个 下要有一个 左右要有一块 行 我们把参考线拖过来 好 这里是同样一样的 把它拖动过来 OK 一模一样的操作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好 下面这一块的话 我们可以将就这两个参考线 很明显 他们是一样的高度 一样的高度 我们把上下给它拖好 然后讲诗底文 放大一点 再来看 在这里 哇 这是整体是个智能对象 那没有办法了 这里我们 很难把参考线对到很整齐 但是我们可以放大一点 像这样 那估量着来 估量着 好 它应该到这 行 那我们选取跟它一样的距离 那大概应该是到这 好 然后这边也是大概应该是到这 OK 然后再往下 这图标 至少上和下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就上一下一样 然后左右 再来弄 OK 第二个图 单击一下 把左右 给拖弄 那我们知道参考线的操作 跟刚才的直接切片操作来比较的话 我们会发现参考线明显要快一些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可以拉一条 然后呢 匹配好多个对象 对吧 另外参考线当我们选择单线图层的时候 它会自动给我们有个吸附性 它可以吸过去 就比如说像这里的话 我们 这么准拉的是上下 那左右两条的话 我们只需要像这样动一下 动一下 就可以 好 那么下面的话 左右两边都是一样的宽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上下给它确定 OK 这样 速度就可以快一些 那很多同学都说了 这个参考线你倒是确定的 但是我现在不是切片 我不是切片 该怎么办呢 好 来 我把它给它拉完 我们来看一下 由于没有该字体 所以它无法去识别到我们的这个 智能边 好 大概先拉一下 然后这个木刻的这一块的话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图的上层 拉一条线 那下面这里也是一样 我们拉一条线 放到这 好 下面的我就不做过多操作 那现在我们回来看一下图片 好了 我们现在改为切片的时候 很简单 我们选择切片工具 然后会发现 在属性栏当中有一个记忆参考线的切片 单记一下 好 由于我们的参考线太过于密集 所以它会识别一下 识别完之后 我们看 它全部给我们变成了切片 来 我们再翻大看一下 112个切片 当然 我们会发现 有些地方 我们是必须要切那么细的 比如说像最上面的这里 不需要切那么细 那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就是把这个切片删除 这个切片也删除 然后呢 它就秉为一个切片 对吧 再把这一块也删 这里再删除 然后这一块也删除 这一块也删除 好 就这样 它就合并为一个切片 那同样 我们可以现在把它一删除 那么在这里 哇 这个删除的也是多了 要删除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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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 我们就只有现在去 给它一块块的删除 有些同学都会说 老师这个不麻烦 如果您想一次把它全部切完 还是那句话 我祝你幸福吧 观看我现在这个操作 你们都会觉得 这应该是个体力活 啊 对 我刚才忘了拉这一条参考线 所以这 这个图的还切大掉了 这些东西的话 我们还要去做一些调整 那比如说像这种的话 我就还得像这样补个切片 补到这条线 给它一分为二 好 那下面好多地方大家要分 像这一块是没事 但是这一块我们还得再删 就要像这样把它一点点的 给它删出来 然后呢 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块一块的切片 也就是我们可以把参考信给它关掉 再来检查我们的切片 可以一点一点的给它切出来 像这样是可以切出来 不过我们还是绝对的麻烦 那要切得快 其实我的建议是分开来切 比如说这一部分 我们用前面的裁剪工具 我们可以把它裁剪出来 裁剪出来之后 然后再来切 比如说我们把三部分裁剪 这样下面的参考信不会影响到三面 三面不会影响到下面 每一个模块我们都裁开 再来切 这样反而事半功倍 行 那现在最后一个问题 切好了之后 我们需要导出来 该怎么导呢 在这文件 存储为web所用格式 快捷键 Alt-Shift-Ctrl-S OK 我们来看一下 Alt-Shift-Ctrl-S 好 它会生成这样一个模型 那我们可以翻小看一下 OK 这是我们的所有的图片在这 行 我们还是还原到一样的大小 那在右边 就有了 我们要导出什么图片 比如说GPG还是PNG这一块 那么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PNG24 行 我们先用PNG24 然后它的质量这一块 我们都可以去做控制 然后最后我们点击一个存储 好 然后我们最后点击一个存储 好 那我们就在这里取个名字 拍MOOC 好 我们就存在我们的课程文件夹下 单击保存 好 确定 这稍微有一点点慢 因为这是导出图片 并且为什么会那么慢 一会儿 你就知道 好了 当这个窗口消失的时候 就说明已经导出完成 那我们到我们的文件夹 下去看一下 我们会看到 我们会看到 在我们的这个课程文件夹下 都出来了一个叫 Image的文件夹 那我们把它打开 我们会发现 刚才的这个图片中 那么每一块零散的 每一个零件全部都在里面 比如说像这个图 像这个图 像这个图 我们都是特地调整过切片的 所以呢 它是保持完好的 但是下面 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没有调整 所以呢 我们会发现 全部 它都给它切成了一片一片的 比如说我们只是这一个动作 我们切出了 786个切片 那么我们就导出了786个图片来 这切片是特别多的 这就是最传统的切除方式 那传统的切除方式 我们发现了那么几个问题 第一 挺麻烦的 对吧 我需要一个一点一点的来 如果我直接用切片工具 经常会出现对不准的情况 我哪怕要对准 我需要每次都要过来选中图层 选图层的时候 快捷方式是移动工具 我就要经常从 切片工具和移动工具之间做切换 那我们就想到 用参考线来做辅助 但是参考线做辅助的时候 参考线由于是拉通了 我们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再来切图 虽然是可取的 但是也会存在一定的问题 有的时候也会觉得麻烦 那还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 我们在参考线拉的时候 拉到这里的时候 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说了一个什么呢 差不多 也就是说这整体是个智能对象 但是我需要把三块单独切出来的时候 我参考线拉过来的时候 我说这个跟这个距离差不多 这个差不多是什么概念 是个模糊的概念 但是我们有强迫症 都喜欢很精确 那我们都知道误差是无法避免的 那我们为了尽可能去减少误差 顺势说是避免错误 那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把这些计算 每个图层之类的计算 全部交给计算机来完成 当我们能够交给计算机来完成的时候 第一 省势 第二 算得快 第三 也许 切出来的图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 好 再看下面这里 在这样一个图当中 我第一次切的时候 大家已经发现这里有个阴影 如果我们要连阴影 都要把它包固在内 都要把它切出来 那这又该怎么办呢 有什么看不清 那也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只是鼓梁着来 那也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差不多的现象 那行 这就是我讲的下一个知识点 叫精准切图